梦想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我是哈尔利 欢迎来到哈尔利物 非常高兴又见到大家 然后今天要特别感谢洛奇 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了解 相信现在看我的视频当中 有不少是他的粉丝 因为昨天他的频道里面 播放了他对我的一个采访 那趁着他的流量 那有很多洛奇的粉丝也来到了我的频道 那所以的话我在这里 首先要感谢洛奇以及他的粉丝 那当然我也要感谢我原有的400多位粉丝 非常可怜啊 400多位粉丝 那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所以我才有动力去做视频 然后我想说的就是 通过洛奇的采访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也对我将来做这个YouTube 有会有一些帮助 真的不叫有一些帮助 是应该有很大的启发 我在接下来会一点一点跟大家讲 在我的粉丝当中 估计有一些还不了解洛奇的 那我会在我的视频底下 发他的那个频道的链接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去看他的视频 然后了解了解洛奇 那我在这里接下来就是他给我带来很多流量 那我同时我也反馈一点 虽然是根本不对称的啊 大概一年多前我就看到了他的视频 那从他的视频里面 我能非常直接的感受到他的真诚以及勇敢 然后包括他的毅力 就是他在一年他在他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面做到这样的一个成绩 在YouTube上面是不太多见的 就是我觉得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就快过很多我们我正正在关注的一些油管组 那说起来就很搞笑了啊 就我其实比他早一一个月开播的 我也是基本上每都没有停 只不过说有时候最近的话停的多一点 就大概会有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没怎么更新 呃我的数量 我的视频数量呢也多过他 但是我们俩的那个粉丝数的话 那可是一个天 一个是叫做海沟底 他是有二十多万粉丝了 那我才四百多位粉丝 也就是昨天之前啊 那昨天他的视频播放之后 就给我涨粉了将近一百个粉丝 那在这里真的要感谢他 那我也很惭愧 因为毕竟那些粉丝过来我这里的话 发现其实没有什么内容 那这也就是我 接下来我要想说我 之后我的油管频道的话 我要做一些设想 做一些规划 然后持续的去做好 那就相对来说 就说相比洛奇的影片的话 我的视频就是几乎就是 不完整的很水的一些Vlog 基本上就是记录我去拍戏啊 然后去冲浪啊 然后就随手拿手机这样拍的 就没有一个特别好的 就说设计啊 或者说哪怕是做一些提纲 我都没有 我就是说白了就是水吧 就很水 就有一些数量 就是我在做视频 但是没有质量 没有内容 那洛奇的视频的话 就是每一期他都是有精心的设计和安排 然后去持续的做 所以他的成绩 那是他应得的 那我的话其实是对我这样的一个不够认真 不够负责任的一个油管组的一个直接的就说回馈 也就是那样就是有限的粉丝 但是我也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我400多位原原粉丝啊 我非常感谢他们 因为还是有你们支持嘛 就是至少不是一个没有 至少不是一个人都不看的这种视频 还算是有那么几百个粉丝 然后偶尔会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会就在我的视频里面 就会多一些感悟方面的 因为我的这个视频的 我这个频道的名字就叫哈利物嘛 哈利是我的名字 我叫哈利 然后物是感悟的物 哈利物就像那个我们特别向往的好莱坞 这个谐音嘛 所以我就是有一点在借助好莱坞 然后表达我 就影视的方面能够有一些小小的成绩 那这就是我的视频和我本身 个人的一些想法 那将来的话 我会在感悟方面做更多的一些分享 然后另外的话 我会持续的再继续 我之前的一些电影人的采访 因为其实每拍一部戏 每一次拍戏 你都会接触很多新的演员 导演 制片人和各个部门的 很优秀 甚至非常有才的那个电影人 那他们都有他们特别值得去分享的一些经历 或者说是一些想法 所有的话我可以通过采访 然后让更多的我的观众了解到更多 这边的电影人那些状况 然后同时可能对你会有一些启发 那还有就是我要再分享一些关于知识性的东西 就是说对大家有用的东西吧 就是说一些比如说是如何获得试镜的机会啊 如何去准备一个试镜啊 然后如何去拍戏的时候要准备什么啊 然后你要注意什么 然后各个方面吧 等于说我可以做 我可以就是说现炒现卖 就是因为我正在经历这些也经历过一些 所以的话我会在这个不断的去给大家分享这些经验 还有就是关于大家对我的一些 就是说如何平衡家庭和孩子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这些方面的话 我想也要做一些视频来去跟大家去分享 因为毕竟我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那我也不可能就说 不管不顾 然后只为自己的梦想 虽然做的不成功 但是也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 或者说是让大家来去给我一些建议的方面 这个我也会在将来的节目里面去多做 所以今天的话我还是再次感谢大家 订阅我 然后感谢洛奇 希望将来的视频对大家会更有用 好拜拜